虽然小编并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 不知道小虎对当年是怎么样的红遍全中国 成为一代青少年偶像男团的 但是卯年春晚沉着鹏 吴奇龙和苏友鹏合体表演 就连爸爸妈妈都激动的不行 也让小编多多少少能了解到那点情怀 想必和现在的TFBOYS差不多吧 《少年成名》一夜暴红经历诸多风雨 如果有朝一日TFBOYS解散多年 再次同台表演的话 我们应该也会忍不住 感动到不行时至今日 吴奇龙因为步步惊心再次翻红更和流逝时 因戏声情结为连礼失业家庭双风手 苏友鹏转型做导演作品 左耳嫌疑人X的现身 都收获不少好评 唯有陈志鹏 多年沉寂 不过这两年 关于陈志鹏的新闻渐渐多了起来 但都不是什么正面新闻 全是关于他的造型 有多么辣眼睛 没错 陈志鹏突然换了个风格 开始走Lady Gago 路线前段时间 陈志鹏出席了一个音乐活动 造型一如既往的辣眼睛 仿佛身穿塑料袋 也就算了还踩了一双驴体鞋 驴体鞋可以说是时尚灾难吧 要多丑 有多丑 正儿八经走时尚路线的男性女性嘛 都会尽量对他敬而远之 但是他确实是个吸睛法宝 因为足够辣眼睛 小编每当看到有人穿驴体鞋 都很怕他们摔倒陈志鹏辣眼睛的造型 当然不止这一个 最开始让小编惊讶的一个造型 就是在卯色活动上 陈志鹏穿了一件黑色透视上衣 染了一头绿巴这个造型一出 话题可谓铺天盖地 如果这是陈志鹏想要的效果 那他确实成功了 可是陈志鹏偶像团体出道 以往都是正面形象 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都争相效仿的对象 突然转断成这个样子 被大家嘲笑 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去年的一次 红毯上陈志鹏半露 相间裹个皮草 仿佛贵妇一样 出现了真的没办法 把眼前的他 和当年的小谷队成员联系起来 明明在2016年 刘诗诗和吴奇龙的婚礼上 他还不是这样的 不仅是在红毯上 就连机场秀 也是让人不忍 直视看来 他是要成为中国版的 Lady Gago 各种不同颜色的发色 穿短裤长啊 不要说 男性这样穿不好看 就是女性这样穿也不好看啊 小编现在不太能搞懂陈志鹏 到底是要走什么路线 是歌手或者演员的话 就好好出作品不好吗 现在难道要走反时尚路线 看到这样的陈志鹏 很多网友不禁吐槽道 是不是想红想疯了 其实小编刀觉得 他不是想红想疯了 因为他不是没红过 只是一个人曾经大红大紫 享受万千拥戴 而娱乐圈 一朝天翻地覆 无数新人涌上来 早已改朝换代 接受不了 从天上到地上的落差 想要回到原来的圣景 也是有可能的吧 还有我们都不是陈志鹏 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或许这就是原来的他 现在想通了 想要做回自己 那没什么不好的 也或许是公司的安排 而他虽然不愿意 也无意反抗小编 无意吐槽 也没想批判什么 确实看不惯这些 毁人的造型 但对于陈志鹏 这个人没有意见 也希望大家既不用装作 很宽容的样子 一昧胖高 也不能去讽刺和嘲笑 他毕竟我们只能看到 眼前的儿人背后到底是不是有护肿 谁知道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